加拿大选手维根本飞托 这个动作是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 这也是多数选手第一场的选择 好的 挺漂亮 这个动作很漂亮 这是巴特教练米兰达 以前是一位58级的上水选手 后来去到加拿大之后 最初是跟德华去配双人的 只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他就转入到教练角色当中 79.50 七位裁判来给选手打分 这七位裁判留三个中间分作为有效 相加之后再乘以难度系数 就是这一套的10得分 要远远比双人的积分简单的多 这是罗斯林费利翁 同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这会儿有点疯 还是要稍微等一下 好的 德斯林费利翁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位加拿大选手 可斯林波 他们俩是双人家当 从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就已经代表加拿大会参加女台的比赛了 两个人一直是双线作战 同时比三人和双人并且成绩 一直也很稳定 在最近的两个赛季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可以看到他背上还有纹身 是北京奥运会的 标 多一点42 第二条30多分 完全没有机会了 没根本非拖 加拿大选手 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奖牌得主 去年的世锦赛 双人的银牌 这是另外一位加拿大的队员 教练 其实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发挥 两位加拿大 他是在说他打赛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够酸脆 两位加拿大的队员 他们俩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的稳定 在伦敦奥运会之前 他们的动作虽然有稳定三十细节 还特别显得粗糙一些 但最近的两个赛季也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也使得他们从伦敦奥运会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几次重要比赛的力量和技术 加拿大选手罗斯林费力翁 这个动作是207C 向后翻成三周半 三减三的难度 这个动作对于所有的女选手 跳台选手来说 都是相当关键的 可以算是一个难关 然后就这样做 创过去了 后面就有可能是一片坦途 可爱可惜了 应该是会光包括后面天王出场的转推波 他们两个对于这个动作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因为他们两个会在双人里面来陪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完成就有点很难 如果在双人里面陪 这种难度的增加不仅仅是成二 这个动作让自己也感觉到了 梅根本被托加拿大选手 上一条之后排在第三位 这也是一个拿分动作 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得住 还是要看发挥 但是有点可惜了 今天两个加拿大的园 在这条港都只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在起跳之前会有一个下蹲的动作 这个下蹲的角度 深浅 对于他的起跳高度是有直接影响的 除了这个影响 你才开始 好配合的 默契性上还是差一点 加拿大选手 菲利翁 罗斯兵菲利翁的这一条107匹 向前翻腾三周半去挺 嗯 可惜了 还是没有在恰当的时机 给我打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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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牌得有烟吧 49.50 来看一下门跟北陪拖 626C 526C 其实跳水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主项 像类似这个动作可能渔动员需要练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不一定能够把成功率提高到百分之百 像难度过的一个关卡 有很多的优秀选手有潜力的明日之星就是倒在这个关卡之外 在这个期间女孩子长胖非常的严重 而力量的增长又并不像体重增长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要想保持原来的竞技状态几乎不可能 只能是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等待这个时期的度过 好动作 美容的626 今天美容竞争力十足 79.2 两个人喊了口令之后没有同时出去 曹元先踏出去了又卖回来了 这样呢就算第一次走板不成功 也是相同的扣分规则 大约大选手 大约大选手 本飞托 除了刚才的207 本飞托在今天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大约大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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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后跳也是圆满的完成了 其实我们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 就从三百元的打分就能够看得出来 男女超出运动人的水平和能力的差别 在女选手的比赛里面 7.57分就是第二枚奖牌 王小慧373.60获得了冠军 林慧侠拿到了银牌354.35 获得同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的比赛5 她的得分是349.50 获得第四名的是英国队的托尼亚考级 菲利翁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还在第五位 安德莱拉戴上上阵 从明月第六 王贵观众 刚刚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 本次跳水世界杯赛女子十米套台的决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提醒到了下期再见 再见